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在夏月毕业歌会上带来了一个特别的舞台 节目组采用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 让周深进行了三曲连唱 他先是采用在楼上楼下便跑编唱的方式进行演绎 最后他一个人站在教学楼下 学生观众全都站在楼上 周深与300名毕业生合唱了《遇见》 他用富有情绪的声音唱出了《离别的伤感》和《无奈》 小编直接被周深给唱哭了 此次周深到来的三首歌曲都非常有意义 Try Everything是鼓励毕业生不要畏惧失败 大胆去尝试和闯荡 毕竟毕业之初是毕业生最为难熬的一段时光 初入社会前景迷茫 不知道要干什么囊空如洗 不知道该如何起步 怀疑自我 感觉大学的学习难以运用到工作 作为过来人小编非常喜欢这首歌 当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先去尝试的去做 不管事情难不难 只要迈出了第一步 那你就成功了一大半 当然这说起来非常简单 但这也是事实 这段时光虽然非常煎熬 但也是毕业生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 这是磨练大家心性最直接的阶段 去勇敢的尝试一切吧 来不及勇敢是一首青春告白曲 周深在毕业歌会演唱这首歌 是让毕业生对自己青春的告别 要知道这就是一个人成长的分水岭 在踏入社会之后 青春的任性和天真都会在忙碌的生活中败下阵来 当然这些东西非经历所无法理解 这是对青春的该别 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该曲和第一首形成了承上其下的作用 希望大家未来不要再有来不及勇敢去面对的时候 小编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这就像是一个过来人对毕业生的嘱咐 可以说这首歌放在这里非常应景 当然周深的演唱也确实精彩 不愧是完美对现嗓音天赋的新生代歌手 如今的周深在全开卖的情况下 就像是录CD一般 这或许就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吧 至于预见则是比较温暖的一首歌 在毕业季有无奈有伤感 但更多的是这段宝贵的回应 同学的预见 师生的预见 甚至是点头之交的预见 这都将是我们在日后无比珍惜的记忆 他们共同构建了大家的大学生活 预见是我们一生都在经历的 这一个特别的舞台让人动容 周深的歌曲画面感真的很强 听着听着小编不禁回忆起自己毕业的时候 这也是是让小编非常感动 真的羡慕现场的毕业生 为什么小编就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事 大家可能并不知道 周深在夏日毕业歌会的花絮中 还清唱了大鱼和达拉崩吧 仅是短短的集剧就引得全场尖叫 这就是实力歌手 不得不说周深选的这三首歌真的非常应景 当然他表现得也非常完美 对于这样的结果 小编已经并不感到惊讶了 因为周深一直都是那么的优秀 他每一次登台总能带给大家惊喜 并创造经典舞台 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 如此特殊的场景和演唱方式 给夏月毕业歌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张哲瀚最欣赏的歌手是周深 两个人还有这种渊源 惺惺相惜的感觉 娱乐圈是盛场舞相的地方 每个时代或者每个阶段 都会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艺人出现 他们也就成为很多粉丝心目当中的青春记忆 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身在娱乐圈里的艺人也是一样 他们本身也有自己喜欢的艺人 代表着他们的某种情怀 例如刚刚爆红的张哲瀚 目前就有自己最喜欢的艺人 对他非常关注 还是一位流量歌手 张哲瀚最喜欢的歌手 想必很多人也都非常喜欢 对他的歌声欲罢不能 被深深吸引 他就是目前在音乐领域发展的 顺风顺水的周深 之前张哲瀚在直播的时候 就被问到最喜欢最关注的歌手 张哲瀚则不假思索的回答说是周深 看来张哲瀚也是妥妥的一枚生命 对周深的音乐能力很欣赏 其实张哲瀚喜欢周深一点也不意外 张哲瀚本身就喜欢唱歌 唱功也非常不错 这在湘河令演唱会的时候就见识过 现场全开卖的情况下也非常稳 所以也会格外关注其他唱歌好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知取相投 而周深是目前娱乐圈里最活跃 最当红的人气歌手 张哲瀚关注他的音乐也就不足为奇 进而对周深的音乐素养表示赞赏 喜欢上这个有独特嗓音的男歌手 值得注意的是 张哲瀚注意并欣赏周深的时候还不红 也算是另一种素人追星的模式 如今张哲瀚凭借山河令走红 可一直没有机会和自己最欣赏的周深同台合作 但他们却曾经有另一种合作模式 也算是缘分匪浅 即周深曾经为张哲瀚主演的剧现唱主题曲 这部剧就是谁都渴望遇见你 由张哲瀚和张若南领衔主演 属于小甜剧的类型 是赵薇送给张哲瀚的见面里 给他赚取热度用的 其中的主题曲渴望遇见就是周深演唱的 当时的周深才刚刚爆红 顺便为这部剧带去了很多的流量热度 给该剧加分不少 周深演唱自己主演的剧的主题曲 这种缘分恰好让张哲瀚注意到周深 随后就陷入到无法自拔的欣赏当中 喜欢上他的音乐 记得周深翻唱萨鼎鼎的《左手指乐》的时候 张哲瀚还特意去听 并且跟着翻唱了一遍 足以证明张哲瀚是真的喜欢和欣赏周深 给人一种惺惺相继的即逝感 如今张哲瀚是时下热门的流量男演员 周深是时下热门的实力男歌手 希望他们可以有幸合作一次 来一次声音的碰撞 满足大家对他们的种种期待与支持 周深先应再登热搜 开心夜晚会连唱两首 感觉耳朵在做按摩 每年的六月份 都会有各大电商平台的大活动 而大活动近年来 往往也离不开各个电视台的盛大晚会 周深作为新生代实力派歌手 更是从不缺席次邓盛会 在湖南卫视的天貌开心夜里 周深再度展现了他美妙的歌喉 吸引无数粉丝和路人观看 微博上无数赞誉 周深晚会连唱两首登上热搜第一首歌 《好像童话故事》 第二首相威威道来的低语和呼喊 他可以轻而易举把你拉到氛围里 他的实力不容小觑 凭作品说话就是硬气 周深每一次的晚会表现 基本上都会登上热搜 不得不说他的唱功实在是一流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 都能够听得出他的高音 转音和假音都是如此的美妙动人 毫无违和感 不少的粉丝都表示 实在是太温柔太悦耳了 简直是在给耳朵做按摩 这一番感叹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让周深迅速登上热搜 其实对于周深这一位实力派歌手而言 他的成名之路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从最开始的中国好声音 他的先音被大家认识 然而之后的几年里遇到了一些瓶颈 并没有迅速爆红 不过好在周深坚持下来了 凭借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曲 获得了大家的喜爱如今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